很多平米,典雅气派,被誉为中国少有的乡间侯府 当年修建这座大宅,仅花费了七千串铜钱 他很不高兴,说我发钱花了太多 起得太奢华,就发宿舍,我不会再回来做 一百多年来,傅后堂历经时代变迁 始终都没有等来他真正的主人 今天我们说起曾国藩,他又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 我们打开这历史教科书,你会发现 一方面对曾国藩洋务运动时候的贡献给予肯定 可是同时又对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进行了鞭斥 而这个人物在民间更加是众说风云,毁欲参败的人物 比方说有一度曾国藩的书热得不得了 有关他的,还有他自己写的,像曾氏嘉迅的之类的 几乎是人人都拿过来翻看 那么如果你要看曾国藩的书,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比方说对他的评价,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书呢 把曾国藩捧为一代圣人,晚清必一完人 有副队的说他吗 说他这个上联叫一功利得利严,三不朽 下联叫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多高的评价,说他简直就是个完人 还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书呢 那对他大骂不止,跪了手 漢仙卖过贼,一无是处呢 剩下85%左右的和曾国藩有关的书 清一色的都是成功学 什么曾国藩发迹史 曾国藩升官绝技 里边充满的就是对曾国藩这样的评价 说他每一举一错都是老木深算 老奸巨华 为着升官大搞阴谋学 就是这个人简直呢 就浑身上下全是欠眼 没别的了 把这个当作活生生的官场教科书 那么这几种评价呢 往往是南辕北辙大象径庭 毛主席说 于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官其收拾弘扬一役 完美无缺 意思是 我呀对于这个近代这些人呢 我就服曾文正 就是曾国藩 所以你看他收拾弘秀权 这个杨秀卿 这些就打太平天国这一战 完美无缺 翻开晚清历史画卷 我们可以看到一群扎着头巾的民众 拿着大刀和长矛 愤怒地杀向清兵 这正是发生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太平天国起义 在太平天国与大清王朝进行的十四年内战当中 至少死亡了七千三百万人以上 当时势不可达的太平军 先后转战十八个省 攻克六百多个城市 最终却被曾国藩领导的地方武装乡军所剿灭 曾国藩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有人把他尊为圣贤 也有人只骂他是汉奸 千秋功过 注定任后人评说 那么咱首先得说一说 曾国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能够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曾国藩在晚清的时候 创造过一个奇迹 十年之内七四成仙 连生过十几 曾国藩一生历经了三个朝代 道光 咸丰和同志 他的政治声明发断于道光朝 正是在道光皇帝的气候下 曾国藩只用了短短的十年时间 就从一个七品小馆 跃升为从二品的朝廷大院 曾国藩本人既非晚清贵族 又没有什么大靠山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农村出来的读书人 修身七家治国平田相 就这点本身 居然能够控制晚清的历史 长达将近三十年左右 而且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也培养了一些人才 你像李鸿章 就是他直接培养的 李鸿章一生推崇自己的老师曾国藩 曾国藩死后有的时候 比他生前明星还大 那就是跟李鸿章不遗余力的推广 有直接关系 那么你如果要把曾国藩这些事迹摆到面前 你看什么洋务运动啊 什么镇压太平天国啊 后来的天津教案呢 多次当这个封疆大吏 什么两疆总督之类的 成为这个大清国乙众的清田伯玉柱 驾海紫金梁 你可能会有这一下 说第一个肯定他挺聪明 第二个这个人很强势 第三个这个人会带兵打仗 哎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首先一个我们是曾国藩 并不聪明这个人 他爸爸叫曾黎叔 他爷爷叫曾兴港 世代在湖南乡下务农 同时也读书 也考取功名 这就是传统的我们叫耕读之家 哎 就说一等人忠臣孝子 两件事读书耕田 就这么个家庭 他爸爸曾黎叔 考了16次秀才都没考上 秀才我们知道是功名里最低一等 考16次都没考上 一直到43岁那年 第17次考秀才 县里人看他都熟透了 哎呀 这人还来呢 最后觉得这毅力太好了 跟上级汇报一下 特地点给他一个 他爸爸就这么一个人物 非常执着 那么到曾国藩这呢 也是 14岁开始考 考到23岁才考中秀才 然后转年呢 考中举人 又考了三年 28岁才中了进士 排到第42名 就是曾国藩论天子 不是什么聪明人 甚至有点愚笨 但是呢 毅力极强 曾国藩后来 在有篇文章写 他跟父子两人啊 当年就是一到几半去考试 每每是心忿忿的去考 然后谁都算气的就回来 有那么一个小故事 很多说明问题 就曾国藩在屋里读书 晚上看书 投悬梁追赐用功 他家里就来了盗贼了 就想等灯熄了偷东西 可是这曾国藩这屋呢 始终不熄灯 在那反复的背一篇文章 一个短文 比方说像陆世明 山本在高有限 这边水都在身有路 没多长 干背他背不下来 反复的背 结果那盗贼在外头 等着等着等着 看干背也背不会 这灯也不熄 最后那盗贼都等不了了 站起来指着屋门大坝 一个笨小子 我一个大字不识 我给你背一遍 他听半天 他都听会了 山本在高有限 他背一遍 然后踹门走了 把那盗贼都给气走了 曾国藩后来总拿这事说事 意思警醒自己 我呀不是个聪明人 所以曾国藩是一个 经常自省的人 反省自身 你看他当时考中进士之后 没有被科举的短暂成功 冲昏头脑 他意识到自己 修养上很欠缺 所以他在诚信 敬衡等多个方面 开始反思自己 从乡村不一 到败相封侯 曾国藩如何平步青云 从力挽狂澜 到功成身退 曾国藩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老梁观事件 曾国藩活在别处 正在播出 我们就说这个 有人说曾国藩 能够有那么长时间的 高官得作 这人一定是个阴谋家 错了 你们把历史翻开 没有任何一个阴谋家 能够把势朝政 能有那么长时间的 曾国藩能做到这一点 跟什么有关 他确实自己修身上很 到家 你像晚清我们说 是三年清之府 十万雪花银 贪官遍地 但是曾国藩可以说 是非常清廉 一辈子他穿的鞋袜 都是他老婆 他女儿 他儿媳给他做的 他要求这家属 晚上我在这看书 你们在灯下 仿杀仿麻 自己家里头不存多少银子 有的时候 还要把缝禄拿出来 接激他人 所以曾国藩在吃身这方面 非常正 你很难挑出的毛病 年轻的曾国藩 给自己确立的目标 是成为一代圣贤 他公开宣称 人分为两种 那就是圣贤和禽兽 没有中间道路可言 那六点起床就得六点起床 六点半起来 就是禽兽 曾国藩不能允许自己 有任何杂念 已经发现必须立即予以改正 否则就是禽兽不如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孔孟之道 正是曾国藩一生践行的目标 就这一点从个人修身品德来看 曾国藩确实有极为突出的地方 那么第二点呢 曾国藩呢 也不是一个就是说身强力壮的 那种特强势的人 他不是 相反曾国藩认为自个儿呢 懦弱胆小 而且他的身体 三十岁的时候 渴血 肺有病 差点没死了 三十五岁时候长了牛皮犬 五十多岁得高血压 六十一岁脑中疯死了 就他这个身体一辈子并不好 你说他会带兵打仗 他开始训练乡军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呢 总打败仗 甚至自己得投胡自尽 他并不会打仗 有人说那不对吧 他不会打仗 怎么最后还攻克南京 有那么大功劳呢 要不说这个人呢 各有一功 曾国藩总监自己 自个儿带兵打仗 说经常打败仗 可是他指挥别人打仗 总打胜仗 就说他是个战略家 是个帅才 但不是个将才 这个战略体现在什么上呢 当时打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 雄居南京大概十多年 敢打就打不下来 为什么呢 当时的清政府急功近利 总以为啊 我在南京边上 我就能把你打下来 以长江为界 化成江南大营江北大营 以为什么近距离 我就能把你收拾了 咱们看这个 李连杰主演 那个陈可新导演的 《投名状》 里面不就反映了 打太平天国 非常艰苦吗 曾国藩就提出 这种打法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他这金陵啊 就南京 是长江下游的重镇 打他不应该从两边打他 而应该从西边打 就从长江的上游 这在兵法上叫取势 我把你上游这些地方 都控制住了 一点点往下游逼近 顺势而下 打你就好打 结果最后实践证明 曾国藩的谋略 确实了不起 就是用这种方法 把打了十多年 没打下来的南京 给攻克 而且这一集中的反应了 曾国藩的军事战略 同时也反映了他 为官为人的策略 以后对五名的策略